藍衣的結智組段就有優勢 壓力是單刀被龜穿兩屎踢低 球證直接出示紅牌 結智15分鐘踢多一個 他們上場作客輸一球 今場半場是胡椒白卷 到下半場的保時階段 後備入體的鄭展龍 接應科蘭的傳送射入一個世紀波 奠定結智型1比0型 柏雷素爾取得咬罐之類的 首場勝章和首局入球 目前一勝三負排在小組的最後